有很多明星可能早期打扮以及化妆原因遭到过粉丝吐槽过 但是现在一个个觉顶的大帅哥十分受到大家欢迎 朱亚恩看着是单眼皮 早期化的妆感觉不太适合他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帅气突出 自从生身临其境后有多少粉丝被他的低沉雌性的嗓音迷住呢 加上得体的西装帅气的妆容 难怪有人形容他是硬汉中颜值最高的高颜值里最汉子的 张鲁依尝着一张老橙但又不失帅气的脸 实话说早期他的打扮只有老气没有帅气 不过看过他的一些采访就会知道张鲁依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萌男 北大硕是毕业的他从小就会小提琴写书吧 非常有文艺气质 喜欢他的粉丝表示 别人家的粉是始于颜值 而他是始于才华 然后沦陷在颜值中无法自拔 异样迁徙 我觉得是最无辜的一个艺人了 小时候没展开的时候 留着小孩子那样的西瓜头 一直被吐槽说拉低了团队的颜值 现在迁徙长大了 非常的帅气沉稳 颜值好像开了挂一样 没有留红须的白羽 看上去下巴有点突出 眼睛小小的感觉没那么帅气 自从镇魂之后多少人 被赵云南这个角色圈粉了 皮帅皮帅的简直勾人了 帅帅的样子特别有魅力 留着胡子的他看上去也更加有气质 看完非常有动心的感觉 朱一龙没眼镇魂的时候 以为是一个青铜 接眼的角色没那么饱满 很少人能记得住他 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王者 有多少人被戴着眼镜的沈威教授迷住沦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